大家好,我是幫我醫院鄧佩琼紀念中學的葉敬柏老師 理想的校園,我看不需要什麼硬件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兩件事 第一,要給學生有發展的機會 每一個學生進來讀書,希望他們可以看著發展的機遇 或者目標慢慢前進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境界 第二,在現在全球化的情況下 我相信一間理想的學校應該要給學生國際視野 能夠給學生多些走出香港,認識我們的國家,認識世界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理想的校園生活